明女是鬼舞时提搭的上前四 其作用关乎到无限城决战的走向 只要是在明女范围内的生物 无论是人是鬼 都可以将其直接传送到无限城 关于明女的身份 作品并无介绍 在明女的外貌 400年前 黑死木的老婆很像 明女是黑死木老婆 在178话中 黑死木的回忆继续进行 当年和元一分别后过去了十几年 黑死木和元一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不管在哪个时期 对都是比较稀有的物种 元一将袭击黑死木的鬼一杀 侧面展示了 他和黑死木之间的实力差距 为了变得更强 黑死木选择跟着元一掠鬼 成为掠鬼人的代价是 无法和家人在一起 黑死木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在元一的帮助下 黑死木领悟了 日空衍生的六大夫妻法之一 月之夫妻 由于黑死木变鬼后 将所有了解日之夫妻的剑式杀死 所以鬼杀队完全没有 黑死木和月之夫妻的记载 在黑死木变鬼后 季国家族开始衰败 这个时间对黑死木妻子有变鬼的可能 让孩子们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而妻子则走上和黑死木一样的道路 并非以变强为目标 而是想和黑死木在一起 从黑死木和鬼舞时地位相当可以看出 黑死木的妻子若变鬼 自然也能得到鬼舞时的尊重 黑死木的妻子成为名女 发型和身姿几乎相同 虽说鬼舞时400年来不让上前聚首 但名女可以通过血鬼术 每天看着黑死木 季国家族出现了两只鬼 失败也是情侣之中 就算名女是黑死木的妻子 黑死木也早已忘记她 黑死木忘记了父母和妻儿的长相 唯独记住了原因 那张脸永生难忘 总结就是恶语老实的剧情一般都很虐心 最近几话的剧情 令观众对黑死木产生同情感 明明讨厌弟弟 却将弟弟的笛子戴在身上400年 所以 就算名女是黑死木的妻子也不奇怪 参加《无限城决战》的角色 大多都是悲剧收场 黑死木早已忘记她的妻子 唯独记住了弟弟原因 对自己的单身产生疑惑 明明很大程度上是黑死木妻子 就让名女的走马奔娃 回忆起国家族如何走向衰败的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